媽媽看到她心愛的偶像 跟心愛的女兒一起合唱 我想應該這就是 亂講 我媽媽有來 我媽媽也有來 不好意思 不會啦 我媽今天來啊 就直接衝到後台的休息室 還沒先去看妳 對喔 我講說媽媽妳走錯包廂了 人家要休息了 妳會 對 很可愛 我就覺得 富凱很孝順 就是讓 很會知道怎麼跟長輩應對 然後就是讓長輩很開心 真的太喜歡富凱 凱凱真的是 我要認她當弟弟 有這種弟弟實在太幸福 幫忙我一起孝順嗎 放心妳如果沒有辦法做 我就可以幫我做 真好 在上禮拜一的時候 原本以為會有 談美颱風嗎 蠻擔心 會因為颱風而取消 然後又影響大家 替大家感到很焦慮 我就是其實自己對於取消 演出這件事情 有一點陰影跟 就有點恐慌 那種感覺就交集了起來 結果後來偶然就看到 到Selina傳來那個小妖果 就是她兒子的照片 是穿著一個超級可愛的造型的 衣的照片 然後完全讓我的心情 就是豁然開朗 一掃一掃 因為我就覺得 我告訴他們 我的擔憂跟憂慮這樣 然後她就說 其實大家愛你的人 都會不會做好準備 她也讓我感受到這種感覺 新專輯目前籌備的進度 大概到達了 進度在就是緩慢的前進 但是是有前進的 在收割當中 前進幾步了 有詩嗎 倒詩 在明年有可能嗎 明年有可能嗎 明年 我想想看 明年 什麼都有可能 演唱會也會有可能嗎 明年演唱會有可能 解發 如果有專輯也會希望 演唱會可以一起 演唱會 這今年跨年有計畫嗎 我們要說 玩 不好意思喔 沒事 在台灣嗎 有工作也很開心 可以玩也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 堅持當下 你要這樣也玩 在台灣玩嗎 跨年 應該是 應該是